所以它會影響到我們的耳朵 剛剛說那個耳朵啊 眼睛啊 或我們的牙齒都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地方是真的要處理 要不然它沒有處理的話 其實這樣它沒辦法恢復 然後我們來試試一下 然後拍的時候啊 拍的時候 那個拍的地方就是 拍的地方你要肌肉要攻擊 那是第一個例 因為拍不是我們把擋 要是拍怎麼拍下去什麼 它變下去啊 其實拍是一個反光力 所以要讓你那個肌肉啊 它是拉伸的 像這樣子 把頭幫緊過去啊 這個肌肉就是拉緊的 拍下去之後啊 它有個肌肉會有個反彈回來 所以到時候那個玉壓就會出外頭 好 你看我這樣拍 想來幫我把那個頭扶著這樣 像我這樣拍啊 拍啊 不需要很大力 因為外面很多人 很多人的拍打方式啊 就是早期那個蕭紅石蕭大師 他在輝廣就是轟炸式的拍打法 所以他們的拍打都是講究 就是全面的 然後很大力的 因為我們的肌肉啊 這些玉鏡它是藏在肌肉裡面 所以它不是藏在血管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好好地處理你的肌肉那個端的話 它就可以把那個肌肉讓它解放掉那個玉在裡面 所以它的纖維素啊 就可以把那個玉啊 讓它可以跑出來 然後它開始現在才慢慢出來 然後它的玉啊 它其實它肩膀是很硬的喔 所以它的玉啊 這樣只有出來一點點 可以忍喔 好 好 然後它的 這塊肌肉啊 它的肌肉是上面對不對 它的肌肉在前面地方啊 你頭稍微往上壓 然後測一下喔 我要拍前面一點喔 這個地方的肌肉啊 前面地方是比較軟的肌肉 所以它的玉啊 可以從那個地方啊 跑出來 所以我們先稍微 處理一下前面的肌肉 那這塊肌肉啊 它一部分會黏到我們的那個 胸縮乳骨肌那邊 所以那個窩的肌座啊 就是會黏到我們的 胸縮乳骨肌的地方 還好嗎 可以喔 跑出來了 OK 然後拍檔的時候啊 就是你在拍的時候啊 盡量就是不要動 就是固定好之後啊 就是持續拍 拍到它 到時候它會跟 已經沒有感覺了 不痛了 你再停 就是不痛的話 就是它代表說 它原來要鑽出來的那個小洞啊 它已經 它已經鑽出來了 它鑽出來之後啊 你在拍 它都鑽完了之後 它就不會再痛了 所以你在 你在拍也沒有意義啊 因為你的力量大概拍到的地方啊 那個魚已經跑出來了 所以就不會再痛了 就不需要再持續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沒有用 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它會刺痛嗎 還有 還有刺痛 好一些 所以你看到這邊啊 它的肩 你現在頭稍微動一動 有鬆一點嗎 有 要繃緊的打 所以它的魚啊 就跑出來 在這地方就看到 有沒有看到紫色的 有 深紫色的東西 這些就是魚 這個魚啊是什麼 就是 在書上也有講說 魚就是什麼東西 OK 魚就是膽固醇 魚是膽固醇啊 結合了自有機 所以這些膽固醇啊 都是高密度膽固醇啊 也是一般說的 所謂的好的膽固醇 所以它沒有什麼好不好的概念啊 基本上膽固醇都是好的 所以我是告訴你 這個東西啊 你會覺得它是不好的 基本上 以現在科學的定義來說 它就是高密度膽固醇 它是好的 它只是被你的肌肉限制住 它跑不出來而已 所以它都是好的 所以膽固醇都是好的 沒有壞的 壞的就叫做俗稱 所以它不是事實 膽固醇是角色會變換的 從我們的肝臟出去 分泌出來的 叫做低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它是碰到